股價漲停鎖死 一百二十九元 價位創歷史新高 周三市場最火的台康生技 立志成為生技業台積電 郭董砸五十億入股成為焦點 我今天非常努力工作 我想最主要是希望 把這個工作 把我賺的錢 放到有意義的地方去 郭台銘先生在最近 其實他大部分都是 在跟做生技醫療相 那一方面有些東西 是跟這個疫情有關的 攤開郭董生醫佈局 以永明為中心 包括日前公開的 唾液檢測公司 以及供乳癌新藥的台康生技 洪家軍題材不只有科技 還有郭董近年 情有獨鍾的生醫事業 郭董他們的一個職業體 是非常龐大 那他每次要投資一個部分 他其實是有專門的團隊 他們去做實地的查核 然後再去做他們深入研究 未來他的產業前景 還有就是他未來可預見的 回收時間 他並不是都是無條件 把錢一直砸進去 他唯一會把錢 無條件砸進去 會在哪裡 應該都是在大學 或是相關的醫學的 學術機構 去年起漲的鴻海 最新股價收盤123.5元 兩岸事業體賺多賠少 郭台銘身家達到70億美元 約和台幣1994億元 在美國財經雜誌 副筆式排名中 再度成為台灣首富 下輪期望 正好報道